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些贸易上的来往都有 我自己本身也曾经去过一次的朝鲜的应该是大使的家里吧 我没记错的话 就跟着一个商家去到那边 就讨论了一些他们的一些贸易交流等等 所以也知道了一些朝鲜当时那是好几年前一些事情 那当然从中我那个时候我就理解到 原来马来西亚跟朝鲜有一层这个算还不错的关系 那个时候我也是知道就是说 马来西亚人去朝鲜可以不用签证 但我是近期才知道原来马来西亚是唯一一个进朝鲜不用签证的这个国家 对吧 那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到朝鲜对马来西亚是的 就是对马来西亚的友好程度 是去到一个相对比其他国家来的更好 那我想问的就是说 就是说像现在 这个现在发生了这个金正南的事件 那朝鲜方面他们好像对马来西亚 现在在外交上了看起来 感觉上他们有有谴责马来西亚的这个意思 因为现在这个遗体 你看现在金正南遗体没有人来认领 第一第二调查没有完成 就是马来西亚政府的这个态度为比较坚决 不愿意把这个调查结果或者是这些资料交给这个朝鲜 所以现在看起来好像可能会属于一种 大家比较尴尬的一个局面 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看起来 照您看来就是马来西亚政府跟朝鲜 接着这个关系会不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 我们这么看 就是虽然现在这个案子还没有真正的结案 就是说我们今天应该是这两个 一个印尼人一个越南人也要被控上法庭 因为14天的这个拘留机已经击满了 就必须把他们控上法庭 不管他们是知道还是不知道的话 做案是肯定是他们干的案 那么他们是被训练过的 还是真的像他们所说的 只是为了一百百斤就去干那个案 那现在警方还是在调查中间 那我相信后来这个总警长曾经说过 他们是受过训练的 然后在作案之后还马上跑到这个厕所去洗手 这类事情 那么我们单纯从这个什么 我们单纯从这个金正男这个案件来分析一下 稍微略作分析一下 就是说我们先不说 谁是真正的这个杀害金正男的这个背后的凶手 或者是元凶 我们就说为什么这个金正男被杀害 选择的地点是在马来西亚 所以我经常我出去 比如说我在中国的时候 中国的朋友也是这么问我 他说你们马来西亚出名了 你们出名了 就是这个事情又发生在马来西亚了 就是暗杀这金正男的事情 而金正男是个这个事情还很悬案 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还曾经在他的这个中央的这个广播电 不是广播电台 中央电视台的这个CCTV的新闻联播里面 我看哇 居然这条新闻播放了超过十分钟 那么长的时间 所以说这个消息对整个中国来讲 也是很震撼的一个消息 但一谈到这个震撼的消息的时候 就把马来西亚这个名字给带进来了 但有一个事实你不能不说的就是 其实金正男这个人 他的背景他是去过欧洲留学 法国 瑞士这些地方留学 但是他又不能够适应在这个朝鲜的生活 最后的定居的地点呢 是在澳门 澳门是个什么情况呢 澳门就是中国的这个掌控之中 那么中国的掌控之中 这个金正男选择这个澳门 因为金正男过去也曾经说过 有人想要暗杀他 那选择这个澳门就是说 澳门不是凶手容易下手的一个地方 对吧 这是第一 第二 那么金正男是澳门之外 他最常去的地方是哪 最常去的地方 就是马来西亚新加坡了 所以你是说这个干岸选手 为什么不选择在美国 为什么不选择在这个 京啊 或者不选择在巴黎啊 去干岸选择在吉隆坡这个干岸选择 那这些东西也和金正男自己本身的这个路线有关系 他经常跑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条路线上面 人家去去培训他的这个这个间谍啊 或者是凶手啊 这些东西 这就成为了一个一个合理的一个一个解释吧 这是这是我第一个第一个看法 第一个看法就是说 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必须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毕竟马来西亚和这个朝鲜之间 意识形态上面是完全不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 一个是我们熟悉的马来西亚是一个一个一个民主国家 另外一个呢是这个这个朝鲜一个所谓的独裁的社会主义国家 那么一旦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了 那么你要马来西亚用什么什么态度来处理呢 用那个朝鲜人的价值观 就是说我我也可以 我第一时间把所有的事都盖起来 我我什么都不公布 我什么都不说 然后直接就跟朝鲜联系了 咱们哥们我就直接跟你联系了 然后这个人我都偷偷的就给你送送回朝鲜去就算了 这也是一种一种处理的方式 但是马来西亚并没有选择这样的处理 而且还是高调处理现在 因为马来西亚还是知道自己是谁 嗯 那么那朝鲜这个时候 他就不能接受马来西亚的这样的处理方式 他说如果你跟我哥们的话 你就这事你就别公开 你就赶紧就把这个这个尸体 你就给我偷偷的给我发回朝鲜就算了 咱们是当什么事就没发生就完了 对全世界一宣布就完了 就就像那个MH370那样子消失了 没了就完了 但如果这样做就不能啊 你这样做就是等于是同流合污啊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我就是说这个价值观的这个问题 如果价值观相当的话 你说同流合污这有什么关系啊 对吗 是吧 你比如说就是中国好多事情都盖着了 那你是中国好多事情盖着 他是不是跟那些背后的罪犯都同流合污了 是啊 是同流合污了 那有什么关系啊 那我的事你别管我的内政了 对吗 所以 所以我就说在这个这个问题上面就是真正发生了冲突 实际上呢就是价值观上面就是就产生了这个冲突 所以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如果说作为一个讲原则的国家 他必须按照这个按照这个自己本身国家的法律和他的这个政治理念来来行事 对吧 那如果接下来就是马来西亚跟朝鲜的关系 如果是就是可能因为这个事件闹僵的话 其实对马来西亚有损失吗 我觉得咱们现在就来判断马来西亚就已经和朝鲜闹僵了的话 我觉得还没时太早了 做现在来做这个判断还没时太早了 因为为什么我这么讲呢 因为前面我已经讲了 我已经把为什么马来西亚跟朝鲜有这么好的关系这个东西给讲了 那朝鲜他可以选 这种友好的 他可以选择跟新加坡合作 我不一定要跟马来西亚合作 我就说新加坡不具备马来西亚这样的素质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马来西亚所所具备的所有的这些素质 并不是新加坡所具备的 所以他跟新加坡是没有办法这样合作 如果他跟新加坡这样子合作的话 这个美国会把新加坡放在什么位置呢 美国可以把这个纳吉就是这个YMDB的事情搞一个司法部长 随便说几句话就继续恐吓一下威胁一下纳吉 但是他曾经有没有去恐吓一下这个李显龙威胁一下这个李光耀呢 他没有嘛 因为新加坡对于美国的这个棋子来讲 这个作用是什么 它可能是另外一个作用 但他不会用在跟朝鲜这个方面来起什么作用 目前至少还看不出来 但马来西亚是可以 它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那这样子来说是不是马来西亚对朝鲜来说是相对一个非常重要 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国家 是不能失去 不能失去这个关系 我就这么跟你讲吧 那个我们说马来西亚对朝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拼开朝鲜来说 我问你一句话 马来西亚对中国重要吗 还好 不是还好 是非常非常重要 有这么非常重要吗 有重要到那么程度吗 对啊 这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第一马来西亚是个软柿子 纳吉本身就是个软柿子 纳吉就是 这小国外交它是作为一种平衡的方式 对吧 这中国的船如果闯到了马来西亚自己宣布的这个十二海里 或者是马来西亚领土的话 马来西亚会什么 马来西亚就会招招手就完了嘛 就目送他走过去就完了嘛 然后换上从印尼的那个岛上穿过去的话 印尼怎么干 他就把他给炸了 对吧 所以这个角色不一样 他扮演的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中国想要就是跟东南亚维持一个关系 而且把这个东西不闹僵能够迅速 现在马来西亚是它最好介入的一个地方 最容易介入的一个地方 所以中国也不惜一砸就砸了1400亿 你看杜德地就改善了这个菲律宾跟中国之间关系 跑中国一趟拿了多少 拿了140亿都不到110亿 但是大局走一趟就拿1400亿 所以你说菲律宾有1亿人口 马来西亚就有3000万人口 那中国为什么愿意砸这个1400亿 所以它的重要性也反映在它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手笔上面 那如果说马来西亚对朝鲜来说是那么重要 但是反过来看朝鲜对马来西亚来说重要吗 朝鲜对马来西亚重要吗 这个这个话是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们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讲 朝鲜对马来西亚不重要 当然不重要了 因为朝鲜并没有什么很强大的购买力 对啊 然后不能购买我们什么什么东西 也不是一个很有购买力的这个市场 那朝鲜对我们重要吗 那他直接的来讲对我们不重要 那间接的来讲可能对我们很重要 哪一方面 就是说一旦我们马来西亚是朝鲜唯一一个关系好的这个国家的话 是不是国际社会都需要马来西亚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需要做什么呢 大家对朝鲜的印象都不好 就好像只有针对他罢了 并没有什么好的东西 需要马来西亚去跟朝鲜来deal还是要怎么样 就是来交涉也不需要啊 需要吗 其实我觉得实上是的 事实上很多国家都通过马来西亚 去跟他们表达这个跟朝鲜之间的任何的合作 任何的这种关系啊什么的都通过马来西亚 我举个很简单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你今天你说我要跟朝鲜发生一件什么事情 甚至说你的这个BBC的记者 英国BBC的记者 我要到朝鲜做一个采访 我找谁去啊 我有去找这个朝鲜驻英国大使馆吗 他没有他打一个电话给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人就可能给了安排了 你说这样子的一种方便 是不是他能够能够起到很多的这个作用 那马来西亚聪明的地方在哪里 聪明的地方在马来西亚的政府的高级的官员 从来不去朝鲜 有吗 你有听过外交部长去朝鲜吗 副省去朝鲜吗 或者是哪一个部长去朝鲜吗 反正是民间的就有 我就说那些文化交流团体 还是那些经商贸易的就有 我们有官员去 我们最高级的官员大概是副部长级的官员去过朝鲜 所以这个关系已经显示出就是说 马来西亚是在利用朝鲜的这层关系罢了吗 就是建立在一种利用 利用其他国家没有办法跟朝鲜直接有这个接触的关系 所以马来西亚就利用这层关系呢 跟其他国家有了这一期更多的这个接触 那这一关系我觉得挺薄弱的嘛 他可以随时都不需要朝鲜啊 对马来西亚来说 我觉得不是很薄弱 马来西亚的外交 马来西亚的外交是在 我今天来讲在国际上是非常有成就的 很多人说小国无外交 过去新加坡的外交能力也是相当不错的 相当强的 也体现出来了 但是你细看下来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外交能力比新加坡更胜一重 嗯 嗯 嗯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这种外交能力 我们所能够接触的是各个层面 我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它的这个友好的广阔度来讲的话 马来西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嗯 独一无二的意思就是说 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能够跟马来西亚的这个外交的这个友好度来讲 因为我们可以跟中国有好 跟俄罗斯有好 跟美国有好 跟欧盟有好 跟韩国有好 跟伊拉克有好 面面俱全吧 这么说 就面面俱全 你看沙特的国王要访问他也不去印尼 他就去马来西亚 嗯 对吧 所以 但我们 我们有一个东西 我们护照上写的是不能去以色列 对吧 对 以色列去不了 但是我们还是有 有官员去以色列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但是有些人都可以直接去 这不是直接通过间接的管道 到达以色列都可以 只是说不能直飞 所以我告诉你说 马 以色列并不 并不十分讨厌马来西亚 嗯 我们在北京的大使馆 隔壁就是以色列 嗯 所以就好像我们 你知道我们有个精英大学 HELP University 知道 两年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我曾经报过一次 HELP University 还给予金正恩一个博士学位 嗯 而朝鲜大使馆的恰恰 也就在这个 现在这个HELP University的附近 是 所以 所以就是 这种 就是 马来西亚 甚至有很多企业 都在打朝鲜 朝鲜牌 你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 嗯 嗯 那会 就是 这个 像现在这样子 来看起来 那马来西亚跟朝鲜的 这一层关系 既然可以有这样子的密切度 那这个案件 因为 呃 整个人民 就是在网络上 我们看到 就大家很多 种不同的说法 有些甚至说 呃 就是朝鲜国家 内部的一种 这个政治的 呃 暗杀啊 什么之类的 这样子东西 还说到这个领导层 有参与这样暗杀的 背后的 等等 总之 很多很多种说法 那就引起了 就觉得说 哎 那现在呃 就就 可能有些人要求说 要 要重新评估 就是马来西亚跟朝鲜的 这个外交关系 还是等等 就希望说 马来西亚跟朝鲜呢 可以就来往 不要太过那么密切 怎么样 我相信是这样子的 这个马来西亚跟朝鲜外交关系 现在进入一些困难的 嗯 关键的原因 还是对金正南这个 这个案子的处理 嗯 对 首先一点 就是至今为止 朝鲜方面 并不承认 这个被杀死的人 是金正南 对 对吧 嗯 朝鲜不承认 而马来西亚的副首相 呃 阿玛萨伊 就说这个金正就是金正南 嗯 但是朝鲜又要把这个尸体 给拿回去 嗯 嗯 呃 拿回去 马来西亚也没有反对 只是说 你要拿回去 跟调查结束 但是 你要你要你要做DNA的这个检验 是 对吧 你证明他是金正南了 是 就拿回去 是吧 所以他朝鲜又不都不愿意配合做这个DNA的检验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做呢 是不是可能会觉得他们心里自己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对 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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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可疑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呃你这些东西你都不愿意是否是否你你在某个意义上真的感觉就是间接的承认这个金正南就是你们杀害的了 啊而且再加上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人来认识领识 所以这就说你就算那个朝鲜政府朝鲜政府是要来临 但是这个马来西亚政府设了条件的 嗯 对吧 呃 朝鲜有一个代表团昨天已经到了到了马来西亚了 它有一个高级的代表团 嗯 那这个代表团来到了马来西亚之后呢 就呃 再跟马来西亚方面去洽谈这个事情 那洽谈这个事情呢 马来西亚当然我相信是会愿意配合的 问题是我们怎么跟全世界说 马来西亚是不会对全世界说谎 至少这个这个穆斯林国家的人就不要做这个先例了 就是就是对全世界说谎 而且要交代啊 毕竟毕竟这个案件是发生在就在门口啊 就在马来西亚家门口发生 那你不交代总不行吧 你不能说啊 这个交代 你要是你要是对全世界说谎的话 那马来西亚以后还有什么心意呢 那还怎么做这个国际的外交呢 就没有办法做下去了 而且 现在就算这个朝鲜的代表团来了 来到马来西亚 我认为这个谈判仍然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 我想象不到谈判的结果会是什么 应该没有办法吧 因为毕竟无论谁 即使是阿玛扎西也说了 甚至其他的部长也说了 要要符合作业程序啊 必须要先了解事件的真相如何才能够 因为如果说 所以马来西亚就想到了 这个朝鲜人喜欢吓唬别人啊 喜欢报复啦 喜欢暗杀啦 什么这一类的东西 第一个早早的就把这个大使给召回来了 省的大使倒是在那边 哪一天突然被绑架了 也不是个办法 所以很多人就把它诠释成说 马来西亚你现在跟这个朝鲜的关系 搞得特别不好 其实我觉得现在还说为时早了一点 只是说现在我感觉到的是 这个朝鲜高级代表团来了之后 他们有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我相信马来西亚也很想解决这件事情 但是这解决方式 能不能给这个全世界一个交代 如果不能给全世界一个交代 马来西亚应该是不能够牺牲自己的这个名誉的 对而且我担心的是什么 如果真的是 我假设了真的是马来西亚做了妥协 就还没有完成一个调查结果 甚至没有一个很好的交代的话 那未来如果有更多的这个什么案件呢 就直接选择马来西亚来进行暗杀就可以了 是的 我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 如果马来西亚做不好 不过至今为止 我们看从事发到现在 马来西亚的警方政府基本上是无可挑剔的 每一次发言或什么基本上是无可挑剔的 这种情况相对上次MH370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成熟了很多 对吧 那么到现在为止就是全世界都在热点报道这件事情 但是我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在批评马来西亚的这个方面 对暂时没有 当然因为因为朝鲜印象比比我们糟糕了很多 哈哈哈哈 所以在世界上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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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不觉得就是因为朝鲜印象比我们糟 所以不批评马来西亚而是因为这件事情的确马来西亚还没有什么地方让人过于指责的地方吗 我是这么认为如果如果有的话马来西亚是免不了的 马来西亚就是这么这么一个挨骂的这个角色 我现在我现在反而觉得就比较就是夹在这个中间的就是在马来西亚的朝鲜人 他们现在应该是可能就不懂得要怎么就要怎么去去面对这个事件吧 毕竟你看这个执法单位警方警方呢也在调查马来西亚的朝鲜人 甚至连认识这些朝鲜人呢也是也顺便被也也被调查了 所以这些朝鲜人自己也担心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就就两难的局面 回自己国家也不是在这边呆着好像也不是 所以就为难了这个朝鲜人 我觉得马来西亚仍然没有没有超越这个外交领域去对待 因为他已经锁定了就是朝鲜使馆里面的两三个人嘛 对吧是有嫌疑的 而且有嫌疑犯也就逃进这个朝鲜使馆去躲避了 但是如果你换一个国家啊 比如说美国或者是中国的话 可能他早就把你使馆给包围了 要不就直接就进使馆里面逮人了 但是马来西亚当然首先是个小国 他可能不敢这么做 第二他也也不愿意去违反这个外交的礼仪 所以他能够做的就是就僵直了吧 就是这样子吧 就看一步走一步 你未来要是个什么状况 因为这个金正南的这个尸体 遗体一直还留在马来西亚的医院里面 那你你现在很快一个月过去了 你总不能让他在他待一年嘛 对吧 那这个这样子待下去的话 这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讲 从各方面的角度来讲 就是全世界到时候都会给这个朝鲜方面 甚至给金正南的家属方面施压力啊 嗯 对吧 嗯 所以就是这些这些都是我认为马来西亚政府 马来西亚警方都预见得到的 他们看得到的 所以他们才有这样子的这个坚持 就是说我一定要坚持就是把这个事情给弄清楚 把它摆平 嗯 最低限度下就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呢 呃 损害到马来西亚国家的声誉 是 这我相信是马来西亚的政府或者警方的一个底线吧 嗯 好 那今天感谢加玛给我们的这个分析了 谢谢你啊 加玛 好 谢谢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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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这个这个江玛提到的点 这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最主要就是马来西亚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必须把事件交代清楚 不然的话会面对一个首先失去国际诚信度 第一 第二它会让人觉得马来西亚这边是很好干案的地方 因为因为已经是马来西亚确实是有像什么赌啊 那些什么都有了 那就相对包容度也确实很大 各种不同文化包容度 但是我像我希望不会连暗杀这种文化呢 也在马来西亚流行起来 是啊 那那时候这个马来西亚呢 就成了那种世界犯罪集团的温床 对啊 这个天堂啊 类似像墨西哥这样 It's okay to go to Malaysia Because we can do any criminals there 这样子 就死了 那就糟糕了 所以就 这件事情上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马来西亚政府的目前的整个处理方式呢 看起来还是比较稳稳荡荡的啦 就就也没有没有做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那当然呢 就是在整个事件发生过后 我刚才有提到就是说有一些比较两难的 就是这样才有朝鲜人 虽然说像加玛提到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啊 但是呢 他们自己担心 比方是朝鲜 你看我们今天看到有一对 我看到这个新闻啊 就提到一些媒体访问朝鲜人啊 那在马来西亚做生意朝鲜人呢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担忧 他们担心这些外交关系恶化呢 会造成经济活动受限 那当然这个还包括什么呢 比如想像可能他们进行饮食的 有一些人就他们之前关了 对不对 他们把店关了起来 不敢营业 这朝鲜餐厅 但是后来呢 就事件稍微比较 就是 风波过去了以后 也不算过去了 就可能稍微明朗化 大家都把事情说清楚了 现在马来西亚 他不会在调查结束之前 不会交出遗体 然后那个朝鲜呢 也现在有派人过来了 就就有一个代表团 这些等等 所以他们也不理了 反正还要赚钱 为什么呢 你看 这有一名在这个 在马来西亚朝鲜人呢 他他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 其实是有联系的 在他说 马来西亚的朝鲜商人 有规定的销售指标 必须每月向使馆报告 必须向大使馆报告 那如果业绩不佳的人呢 会被造回到朝鲜去 然后呢 会追究责任 听到 就在马来西亚做生意 我不确定是每一位 还说他们是大使馆那边 叫出来做生意的 那如果是不好呢 就被叫回朝鲜 然后被追究责任 你看追究责任 这四个字呢 对于一些这种 很严厉的国家来说 人民会很怕的 追究责任 责任可以重大 可以小 重大呢 可以是一枪就毙了你的命 你要明白 所以追究责任 这四个字呢 是无限想象空间 大家会怕 那这个男人还说呢 他这个男子还说 每个人呢 每一个月都是聘了命的去挣钱的状态 因为如果你做不到这个业绩的话 你就会被叫回朝鲜去追究责任 所以他现在案发过后呢 这个男子就通过电话联系朝鲜的商人呢 联系在朝鲜的商人就以气凝重的说 如果发展到断交的一个地步呢 他们能怎么做呢 就带着销售收入逃往第三国 好可怜哦 对啊 我就说了 就是现在在这个事件发生过后 有一些无辜的受害者 真的 就是这些在马来西亚 听到无辜一个人死了 然后我还要这样子捐款 然后就额逃 他不能 没有办法 因为如果是真的是变成了 这个朝鲜跟马来西亚断交的话 那肯定有一些问题 或者是那些杯葛状态 会发生在这些朝鲜人 做了生意的这个 可能餐厅啊什么等等 那他业绩受到影响 业绩受到影响的话 然后他又要跟这个大使馆交代 大使馆又不能交代 然后要把他们叫回 送回朝鲜去 除了朝鲜你还要被追究责任 为什么你生意不好 为什么你做什么 可能人家怀疑你是在做监系 做这个什么情报员等等 所以只是马来西亚人不怎么 是喜欢吃朝鲜菜吧 不知道啦 这个我没吃过 这不能怪啊 我自己不知道 自己有朝鲜餐馆 你不知道 我知道有 我还没有吃过 我还蛮想去试的 我听说就跟这个 韩国菜有点类似 还蛮类似的 那就帮忙 多帮忙一下吧 要不然他们被 被谴责回去 然后要被追究责任 今天可怜 从现在大家开始 大家开始吃朝鲜菜吧 如果想吃韩国菜的话 没关系 韩国人不会被遣 不会被遣返 但是朝鲜人会 所以这个事件发生了 它影响了 可能不单只是 两个国家的外交关系 还包括就是在 在这个马来西亚朝鲜人 甚至连在朝鲜的 马来西亚人 可能也会担心 因为你看 你想象一下 就是大家会有 我就说了很多想象空间 就是说 现在好啊 我在我在朝鲜 我们在朝鲜的这个 这个官方说 好啊 你马来西亚 你这样 你这样子来对我们 好没关系 反正在我国家里面 你们马来西亚人 看我怎么对付他们 所以在朝鲜 马来西亚人 可能也会担心 这个点 回来吧 回家吧 就是把大使 已经招回来了 大使已经叫回来 只是其他 是不是有其他商人 在那边 我们不知道了 只是说就 这个事件发生过后 我们当然希望说 马来西亚政府呢 能够尽快把事情解决 而且是 就比较有诚信的方面 去解决 也不要担心 是不是得罪 朝鲜人怎么样 毕竟这个事件 它必须要有一个交代 因为如果这个交代 不好的话 可能影响的不止是 你现在可能对朝鲜好 但是未来呢 如果影响的 马来西亚这个声誉的话 那对马来西亚来说 未来会发生更多 很难处理的事件 会在马来西亚门口发生 好了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那明天继续天马行空了 就希望这个事件呢 能够尽早有个水落石出 有一个 圆满结局 好 好 好